中共开国师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 当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教学的时候呢 他针对长津湖战役总结了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长津湖一战 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一师 没有能够歼灭 也没有能够击溃 付出了十倍的 十倍于敌人的代价 让美军是全建制的撤出战斗 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 和武器装备 其实当时撤走的还不止是美军官兵 在那个之后 有近十万的北朝鲜的难民 也要跟着美军走 对当时的美军来说 是个很痛苦的选择 但是最终美军还是选择了 带上所有人撤退 他们最后汇聚了193艘船 扔下了所有能扔的这种非必要的物品 流出更多的空位 尽量的装更多的老百姓 老百姓的死亡 我可以带走 我可以带走